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的話是8月23號禮拜一 明天的話禮拜二有更新維修啊 有出新的副本料 各位朋友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 那我今天晚上買了一件這個新的衣服 這一件四魂戰鎧 那這件的話強化我三次 然後我把它衝到體魄加21啊 運氣算非常不錯齁 那這件衣服的話我是買50斤 那這件我的缺點就是這個 加持非常困難 我總共花了2000多顆的這個神工石 本來的話剩下2000多顆啊 現在只剩下4顆而已齁 最後只有加持到加7 那我這件穿上去之後呢 鞋量還比原本的少 不過 不過啊這件是一百 一百三十幾的啊 目前最高等級的齁 它這個屬房齁比較多齁 屬房的話總共有加45齁 斬房25嘛 加赤房15 40再加腰房5%齁 45 那原本左邊這件黃龍之鎧的話 加起來只有40而已齁 這個是它的優點齁 那防禦的話也高非常多 72加14嘛 總共是86 那原本這件的話只有加 62 欸不對 72 多了14 多了14 而且啊這件的細節非常好 給各位朋友看一下 看一下齁 來喔 把小編收起來 有沒有看到 非常的精緻啊齁 非常的精緻啊齁 比原本這件好看太多了齁 這個是我滿意的點 不過 花了好多神工石了 心裡還是有點不捨齁 而且我那個火神的祝福啊齁 也用了十幾個 齁 我是用這個群標件換齁 因為點到最後那個 藍...鬼藍趴 欸不能這樣講齁 就是反正整個火器都上來啦 火器都上來 就覺得奇怪怎麼都點不上去齁 最高的點要加10而已齁齁 那就一直換這個火神祝福來點齁 齁 那最後還是必須要面對現實齁 齁 已經11次失敗了齁 已經11次失敗了齁 我現在很多朋友的話 應該都有好幾隻菊化的齁 那我化目前只有1隻張了齁 那還有一個那個自選菊文包沒選齁 所以最後兩個就是官方送的齁 自己合的話1張都沒有齁 不然就把那個群標件換一個那個 紫色換符來合看看好了齁 說不定今天就可以再拼一隻新的 城市化身了 好 來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 呃... 紫色換符需要20張齁 好吧 齁那就換了齁 就換了 OK 好拼看看了拼看看了 是不是一定就靠這隻翻身了 好 紫色 好要拼囉 第12次 另外 嘎